元朗YOHOHUB主打就是鐵路商場 大型屋苑的優勢 這樣的物業 你猜一下發展的時候 會不會再便宜點買 我們今次看的單位 最主要是向南 還有一些大單位 一向東南位 往YOHO TOWN那邊 一向西南位 千色點的方向 由樓景為主 F 實用面積747尺 三房套 長廳 長是7.6米 闊是2.7米 解禁停 然後就露台用推拉門 又多個美景 樓底就3.15米 有這個圓光位 還有一個鞋櫃位 這個鞋櫃位很骨子 挺好的 廚房就長型 分兩塊 櫃面 其實這種櫃面 OK的 這個給餐區 但它的調味料架放在這裡 下廚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調味料架應該搬過去 整體來說OK的 唯一一樣東西 我不喜歡有個工作露台 以前舊式的東西 一定有工作露台 現在就三合日 所以 時代在進步 發展商都在進步 這邊 走廊 帥仔 都是有窗的 然後就兩間睡房 大同小異 其實它的尺寸 都是標準尺寸 主人房轉進來就是主人浴室 整個設計很奇怪 用浸浴的 然後這裡就有線出 再轉出來就是主人房 這邊就預留了一個衣櫃位 可以做到頂 然後一個對樓窗 再轉過來就是主人房的香味 直望就面壁 濕望就有生境 記得按摩 638呎 三房圖開放式廚房 放了傢俬 不管旁邊做了一個日本櫃 直線這個走廊有少少長 嘩 多漂亮 木色面 一個長廳 它擺位和配置真是漂亮 這個裝修 一個廳櫃連綿不絕地掃過去 然後一個木色的沙發 電視櫃 廳櫃中間的展示櫃做得相當漂亮 很棒 然後這裡就露台 它火樹應該放出去 不過不要緊 景觀上就看回元朗市中針景 晚上就應該是萬家燈火 然後就是一個L型的廚房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調味料架 距離煮飯的地方都挺遠 整體的桌面其實不大 而桌底下其實是藏了一張桌 我們等一會看看 我自己挺喜歡這隻裝修的 它的色調暖色是我覺得挺舒服 順著走廊走入睡房區 第一間房 應該是作為工作室或者梳妝房的用途 先放了一張折扣 你拔下來就是床來的 下次用臨浴的啦 沒有窗的 主要扣浴室寶 然後轉過來 第二間房 小朋友的房子 那應該是半架窗 那後面應該是冷氣機的分體器 果然是 這邊就轉入房 轉進來 主要是浴室 沒有窗的 再轉這邊 主要人房的擺位 正常的床頭應該放在這邊 不過它擺在那邊 不太懂得欣賞 不過景觀上是OK的 我像帝斯這樣擺位 是為了看景? 想明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工作室 擺完裝修的確是舒服很多 而且它擺得挺漂亮的 901呎 H室 大單位就只沒有門 進來就可以掛幅畫 嘩好像之前拍過這個 八座那邊好像有 長廳 很漂亮的木飾是 闊有3米 長有6米4 一個大一點的露台 看出去都是全山景 旁邊就有個家點 整個下飯廳 很棒 一個牆桌 廚房 桌面都很多 有個大升潑 有線桌 一線光的桌 廚房整體的收納都夠 這裏還有一個工人房 工人房的設計挺漂亮 而且它有窗 這邊還有一間 士多房 嘩 它打算放一些收藏品 第一間睡房 小朋友就躺在裡面 然後就有一個活動桌 看出去 挺好的 第二間房 床 床就靠窗放 又做多個衣櫃 景觀上來看都OK 8次 用臨浴有窗的 這邊轉過來 主人套房的浴室 都是有窗的 然後這裏就放了一個主人床 一邊來倒床 但是景觀都漂亮的 然後這邊還遇漏了一個大衣櫃 旁邊有一個對流窗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對流窗